而身为东道主 台湾慈祭志工热情迎接海外家人 我们的记者就观察到 在幕后的志工 不论分配到何种任务 他们总能圆满达成 装进满满的蔬菜馅料 一颗颗包子 两三下就能捏好 厨房另一头 切菜和拿锅铲的手没有停过 烤盘上还有慈祭人 最得意的香鸡料理 厨房外来自苏州的慈祭志工 特别带来家乡的水饺口味 一吃就叫人难忘 料理面有大白菜 大白菜香菇粉丝 好吃的话我们大家再大批量的包 志工大动员还加上创新科技 期待这本会朗读的 静思电子书 让更多人随时享受文法的喜悦 迅速在会场移动 他们是机动组的成员 无限电不离声 即使没有三头六臂 还是能完成各种不可能的任务 大家都非常紧凑 大家都非常的幸福美满 用心付出勤根福田 这群慈祭志工 温暖许多海外家人的心 大一新闻蔡依林简缘集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